一个瞎的兔子和一条瞎的蛇在尝试摸出对方是什么动物 这个蛇就说 嗯 你长耳朵毛茸茸的 尾巴像个球 你一定是个兔子 兔子就说 嗯 你冷血软骨头 而且没有耳朵 你一定是个指挥 同学们好啊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怎么训练内心对速度的感觉 你想指挥的话 你肯定得内心知道多快的起拍 你才能指挥吗 我们过去每次上课之前 老师都会拿出他的电子节拍器 跟我们做这么一个练习 就是他会播放五个速度 然后我们每个人要在纸上猜出这五个速度分别是多少 当然这个五个速度一定都是这个标准节拍器上会出现的速度 像什么113啊147啊 这种都不会出现 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们来试一下 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 最后一个 好 那么现在公布答案 你猜对了几个 我们当时计分方法是 如果你正好猜对 那就算两分 如果你没有猜对 但是在这个差不多区间里边 就给你算一分 那同学们就会问了我如何提高自己的这个感觉呢 其实这个方法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你要存储几首曲子是和某一些比较重要的速度节点对应的 这也是我的经验之谈就是你在脑子里播放音乐肯定是比你播放低低低的这个声音要管用得多的 所以我找速度的顺序 所以我找速度的顺序永远是这个先在脑子里面播放我知道速度是多少的这个音乐 然后再开始利用这个速度去指挥别的曲子 我就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速度54 我记得就是柴武的第二个乐章 和他配对的有他的两倍速 就是108 正好是倍武的第一个乐章 那么速度60呢 当然首先你可以记秒表的声音对吧 那个 除此之外 我一直在用的曲子是柴特夫斯基 在胡桃架子里边的那个常礼子先日 再往上80 我用的是我当年弹那个黎明的时候 2分级幅的速度 1102 我用的是贝多芬第一交换曲的第一乐章 差不多2分级就那么快 再往上一个台阶 比如144 我用的是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续曲的速度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你是不是还可以乘以2除以2 那比如刚才费加罗婚礼续曲这个 他一拍是144 那他是不是一个小节就是72 我一般就把这几个记得非常牢 然后拿这个当作我每次猜的那个点 就比如说这个速度我感觉比这个要快一点 或者感觉比这个的两倍要慢一点 然后通过这个来猜我的那五个答案 其实真的不建议大家记得太多 而是要你选几个你能记得特别特别稳的 就是你随时想起来那个声 就是这个速度 然后再通过这个也许快一点或者慢一点 这可能反而会比你记特别多手有用 因为你记特别多手有时候反而 这个他们之间如果区别又不大 你再把他们弄混了对吧 就不好 那当然同学们也可以去自己寻找 帮你们记住速度的曲子 积累一套你们自己的速度词点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硬核的练习 我也可以大家做一下 就是训练你们对一秒的感知 要把这个一秒的多快深深的刻在脑子里 这个练习是什么呢 就是用你的那个秒表倒计时 设定一分钟 然后呢开始扣住手机 正好等一分钟了以后 你拍一下手 你看你拍的这下手 和这个手机的闹铃 想的一致不一致 这游戏在指挥班里集体做的时候 可外有趣 有的时候你可能刚数到五十几 那边有人拍了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 他也拍了 他也拍了 到底是不是我晚了 还是他快了 就这种心理的感觉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你慢了 还是他快了 如果你和一个同学 正好下戏拍在一起了 那种感觉就特别有趣 所以同学们 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游戏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走 玩这个游戏最难的一点 就是你还要和同学们说话 老师会强迫的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你要在脑子里数着数的同时 还要尝试去回答那个问题 对我来说一个难点就是我数数经常会 不知不觉的数到八的循环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我就从十进制里边就乱出来了 还有一个经常容易错的点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切换的时候 你说我刚才数的倒是三十几还是二十几 那我现在该三十几还是四十几 对吧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现在说话 就很少乱你们 在脑后数数的这个思绪呢 现在快到了吗 是现在了 还说还有十秒钟 怎么样同学们 有没有准时 那希望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和这个小练习 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更稳定的 对于速度的感觉 那这对于一个指挥来讲 是至关重要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